这边重点就是有三个 第一个是for each for each的话指的是什么 就是范围内的每一个 每一个所以for each应该可以理解 每一个sale ok in 在这一个 特别说另外第二个重点是shade 1 这个shade 1指的是什么 第一个工作表 所以特别以后如果你要比对的资料 在另外工作表 你就要跟他讲在第几个 另外有个叙述方法 就是你也可以写成这样 在哪一个 ok 就是你可以给他一个名称 那两者最大的不一样是说 如果你位置会变动的话 千万不要写成这样子 因为如果一一变成 那找不到 ok 如果不会变动的话 你可以写这样 但如果会变动的话 你就写这样 因为你换位置没关系 一样就找到那个储存 那个工作表的 特别点的话意思说的 有点像台北市的 有没有那个贵阳街 下一层下一层 一层一层的这样 ok 然后你就给一个Range Range的话一样是一个字串 反正哪一个储存格 到哪个储存格 他就会全部比对了 这个还蛮好用的 以后如果说你们要做一些资料的比对 就可以用这一招 这招还蛮好用的 OK 城市不多 但我觉得每个每个都做 最后的话有个地方我没写 Is this for Is this for 什么意思呢 因为已经找到了 而且只会找到一个的话 那你就还需要再找吗 都比如说我今天要找的是哪个人呢 就是找这个高明明 找到了你就不用再往下找 因为不可能找到第二个高明明 所以特别主要找到了 那你就怎么样 就直接最后 直接在这边写一个 如果找到的话 ok 那也把资料帮我call过来之后 你就可以离开了 Is this for 意思是说不要再往下找全部了 因为for each他意思是说 把每一个每一个找出来比对比对吧 可是如果将来你已经找到了 如果两个已经比对了 这个意思是说如果已经找到高明明了 那你就帮我把资料 什么资料 这个什么呢 这一个 G单位call到他的B栏 然后呢就不要往下走 ok 不过刚刚我其实没有写 可是呢其实跑起来 好像也没什么影响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现在电脑在太快了 就是呢因为 他可能差个万分之一秒 对你来说毫无感 可是哦 跟各位讲哦 因为是资料量不多啦 你无感 可是如果将来你的资料量 像股市资料哇那么多对不对 马上就有感觉了 所以特别最好这个地方如果质量少 没感觉 但是如果质量又多的话 尤其你要比的资料 一堆的话哦 那这个时候呢就有必要 找到就不要继续往下走 特别是这个地方你就要加一个edit4 这个当然也是一些小细节 所以有的人说老师 为什么我的城市跑那么慢 为什么你的城市一下就结束了 关键在这里 所以这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其他的话呢大概就差不多完成了 所以我们最后呢就把这个清除按一下 那这个就可以把结果给做出来了 至于 或者你们也可以在找 用在别的地方试试看 OK 所以建议吧 像这些东西 最好用的地方就是你要找其他方式来试试看 应该有吧 类似东西 我想这个蛮多的 好 那接下来